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妍 现在海南的芒果开始上市了 很多人都喜欢吃芒果 可是包芒果皮却是一个难题 每次包皮的时候上面还连着很多果肉 这样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重要的是每次包芒果皮手上都黏黏的 这样就感觉非常的不卫生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三个包芒果皮的好方法 非常的简单快速 用到的工具也非常的简单 每个家庭都会有牙签和瓶盖 像这样的瓶盖每个家庭都会有 我们用盖子的边缘把芒果皮这样滑几下 这样的操作是软化果皮 让果皮和果肉可以分离 像这样直观地看上去芒果皮已经软化了 再用小刀把两端划一下 主要是划上一圈 可以轻松地拿住两头就行 把两端都要划上 中间呢再竖着划上几刀 这样全部划上之后 果皮就会很轻松地剥下来 也不会浪费果肉 手也不会弄脏 像这样很轻松地把皮就剥好了 这样拿着两头就可以开吃了 第二种方法 可以用一个小刀把芒果上面划上几刀 也可以用牙签划上几下 自己在家里方便用什么工具都可以 只要把上下划开就行 再用牙签像这样 紧贴着芒果皮平行地插进去 把牙签来回滑动 这样就可以把芒果皮和果肉分离 划好以后就可以 然后可以剥开 这样就像剥香蕉皮一样简单 这样的方法剥芒果皮 非常的简单成事 而且很轻松地 就可以吃到完整的芒果 还有像这样大一点的芒果 这样的芒果皮就比较厚 我们可以用小刀把芒果侧面切开 这个办法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多 然后竖着划上几刀 再横着划上几刀 然后捏住两头像这样掰开 这样吃芒果也比较省事 一口一块 好了今天包芒果皮的三种方法就分享到这儿 您最喜欢哪一种包芒果皮的方法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就收藏起来吧 拜拜